三重聯誼的施打對象 就是50歲以上 也就是符合中央現在規範的施打對象 我想這第一個確認 第二個我們了解的過程 這些施打的民眾 到達聯誼施打的時候 都有過健保卡 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第三個就我們初步的了解 因為 現在可能大家都覺得說 會玩手機的人就可能會預約 會處理 其實 像我媽媽她 她在這個地方 她只會看每天的早安問候 所以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所以在分配施打的時候 為什麼新北市政府 以前在對長輩 除了 我們的網路預約的 資訊系統以外 還要靠李林長 來做協助服務 就是這樣的一個類型 所以以這樣來看 我們後來了解 因為李林長要服務這些50歲前的長輩 那因為跟我們的醫院有一些溝通 所以後來有部分的民眾 是在當場造冊 然後一併施打 不過這個部分我們也提醒我們 這個衛生局要跟各醫療院所 整體的了解 在施打的過程中 程序一定完備 所以在這邊先跟市民朋友做個報告 這批施打者 就是 可以施打的人 只是他不會應用相關的系統 他的疫苗的配送量 本來就涵蓋在裡面 我想這個部分也不會排擠到其他人 那至於板橋 是不是有這樣的情況 一樣的 我們今天已經接到消息 現在我們也請衛生局 盡速的了解 幾個原則 第一個 絕對不可以施打不符合規定的民眾 我想這個一定是掌握 第二個 施打的過程中 一定要過健保卡 第三個 程序一定要完備 那如果是診所 醫療院所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會了解過後 事情節輕重 最重 我們會取消他的施打資格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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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